台北單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北單位的軍人 每次在吃水果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把中間的那個種子去掉 該有多好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打開 BOOKLINE這本Seed 來看一看種子 在我們生活中 又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呢 沒有錯喔 種子啊就是 小時候的植物 所有的植物幾乎都會經過 種子這個階段 才慢慢的變成大顆的植物 但是啊 種子它不只可以種出新植物 它還是我們吃飯炒菜用的油 它也是啊 有時候我們串在手上的紅豬喔 知道這些種子 除了埋在土裡面之外 它還有什麼奇怪的形態嗎 有被風吹走的 有被動物吃掉 它會再長出來的 還有啊 大海漂流的種子 你知道 全世界有最大的種子 可以長得這麼大顆 比我的臉還要大顆 最小的種子 則小的像這麼小 它們又是什麼植物呢 這些內容 都在我們這個 booklive裡面 讓我們一起打開它 從生魔中發現科普吧 掰掰